特别我们也提出来我们的这个豆子浦溪的整治 让大家对豆子浦溪原本是一个农业干涉的一个小溪水 那现在变成是我们县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排水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透过公民参与 让我们整个竹北市的乡亲大家一起来讨论 然后透过这些讨论形成共识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它是给我们一场非常好的一个课题 豆子浦溪当然现在碰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到了水污染的问题 然后淤泥的问题 到了防汛期可能有淹水的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还蛮复杂的一个状况 然后以我们过去在台北县的中港大白的经验 我们如何利用生活污水处理过的回归水 让它变成景观用水 然后如何把河廊跟我们的都市景观结合 同时让它的这个通红的面积还增加 豆子浦溪可以复制部分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一个更值得大家来讨论的就是说 如何做公民参与 如何把县政府 这个我们水利署二合局 跟我们的新竹县的所有的环保团体 公民团体大家一起做起来 好好的来谈 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成功的关键 谢谢大家